报告总部 我们赶到时 现场只留下一个神志不清的男人 不管问什么都只会阿巴阿巴地回答 满嘴地加密通话 这究竟是人性的毁灭 还是道德的沦丧 让一个人能变得如此不堪呢 上回讲到 小美众人解决完赤王复活的传言 正是开始寻找守村人 两人刚出门就碰到一个肌肉男在文质彬彬的看着书 强烈的反差感让小卡拉咪定睛一看 这特么不阿拉海森吗 说 你上集一整集都不再是干什么去了 你是不是摆烂了一整集 阿拉海森说我去健身房了 你信吗 气得小卡拉咪顿时决定给阿拉海森起一个难听的绰号 隔壁的雷西单手剑叫牛杂师傅 你是草西单手剑 不如你就叫猪肚师傅吧 阿拉海森疑惑地问 牛杂师傅是哪位 劲光如我 斩劲如咱 诺 就是这位李月雷神 这时赛诺从一旁走了过来 上来就问阿拉海森上一集干什么去了 小卡拉咪表示我已经问过了 于是赛诺又大骂 你是不是摆烂了一整集 小卡拉咪表示这句我也问过了 这一套直接给赛诺整无语了 随后阿拉海森表示竖起耳朵仔细听我接下来的推理 为此我还特地买了机票飞去到期 询问了下某位叫柯南的名侦探 真相只有一个 你们曾经问过的一个村民其实说了慌 也可以说是他只说了自己觉得你们想听的东西 真相被他隐藏了起来 从他的神色中就可以看出来 因为阿卢村这个地方的人不是信仰草神 就是信仰世王 把草神说得太好 很容易成为赤王粉丝的拷打 表现得太亲近赤王信徒 又会被当成激进派 久而久之 这样的人一般就会选择说每个人喜欢听的 不过分表现出内心的想法 不信你们现在就和我再去一次 于是几人来到了村民家门口 此时小卡拉咪大喊 音乐可以停了不用一直放的 随后小卡拉咪唱起了歌 小兔子乖乖 把门开开 快点开开 我要进来 村民说 不开不开 我不开 妈妈不回来 谁来也不开 立马正确 也不知道这个村民是不是同情小卡拉咪 但凡智商在高点都不会唱儿歌 村民自称夏尼 随后表示阿尔海森跟自己聊过 现在自己知道了你们是坎蒂斯的朋友 很抱歉之前没对你们说实话 其实主要还是害怕赛诺 跌了一千层一拐枣的狗头人 谁见了都会怕的 随后告诉众人真相 自己其实听力比常人好一点 能听到几十公里外的声音 小美大喊卧槽 这特么叫比常人好一点 你是变种人吗 夏尼说别打岔 因为我听力好 导致晚上经常听到有人在哭 而且绝不是村里的人 气氛瞬间就变得恐怖了起来 随后表示村子附近唯一可能有人的地方 只有一个废弃了很久的医院 那里应该有线索 勇敢的少女啊快去创造奇迹吧 小美表示这话咋这么耳熟呢 夜深人静 小美三人偷偷来到废弃的医院 别说人了 医院附近连个鬼都见不到 空中满是沙尘飘荡着 几人盯着一个地道门发呆 突然一个恐怖的哭声响起 给三人吓了一跳 看来声音是从地下面传来的 随后众人打开地道门 走了下去 只见一个衣衫褴褛的人 蹲在一旁嘶哑哭泣着 看来夏尼听到的哭声 就是这个人发出的 不过这哭声也太甚人 小喀拉咪问道 这个人就是伊萨克的爷爷吗 真年轻啊 于是空气都安静了几秒钟 随后小美大骂卡拉咪 你脑子瓦特了吗 这个人像是爷爷背的吗 你见过这么没亲目秀的爷爷吗 小卡拉咪小手一派 表示自己生气了 要哄才能消气 随后阿尔海森表示 这个人我认识 与其说是认识 不如说曾经像亲兄弟一样 那么这个神志不清的人 到底是谁呢 失踪的守存人又去了哪里呢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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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